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无数国国们激动不已 但也引发了大家对上次挂断成一电话的回忆 去年成一生日时 优酷也推出了类似的语音电话活动 吸引了众多国国们踊跃残遇 然而当成一的电话真正打来时 许多粉丝误以为是骚扰电话 竟然直接挂断了 更有甚者连续挂断了好几次 直到看到其他粉丝晒出的接到电话的截图 才意识到自己错过了与成一互动的宝贵机会 这次活动的重新上线 成为了国国们弥补遗憾的绝佳机会 六月新来电限量预约活动已经上线 便引发了粉丝们的抢约热潮 成一纳温柔素人的声音 再次成为粉丝们争相预约的理由 为了避免重蹈覆辙 许多粉丝特意将成一的电话号码存入手机 确保不再错过任何一次来电 不少粉丝在社交媒体上 分享了自己预约成功的喜悦 纷纷表示这次一定要接到成一的电话 并打算录下他的声音 作为珍贵的回忆 优酷的会员日活动 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营销活动 更是对会员的一种专属宠爱 通过提供诚意的语音电话预约 优酷成功地将粉丝们的热情推向了高潮 这样的互动方式 不仅拉近了明星与粉丝之间的距离 也让粉丝们感受到了被重视和关爱的温暖 虽然此次预约活动限量 但未能成功预约的粉丝也不必灰心 优酷贴心地安排了下个月20号的再次预约机会 为那些错过此次预约的粉丝提供了新的希望 这种贴心的安排 进一步提升了粉丝们对优酷的好感度和忠诚度 对于那些已经成功预约到成一语音电话的粉丝来说 接到成一的电话无疑是一天中最令人兴奋的时刻 成一温柔动听的声音 将通过电话传递给每一位幸运的粉丝 成为他们美好记忆的一部分 很多粉丝表示 一定要录下成一的声音 反复聆听 感受那份专属的宠爱 通过这次活动 优酷再次展示了其在粉丝互动和会员服务上的独特创意和用心 成一的语音电话语言 不仅让粉丝们体验到了与偶像互动的快乐 也进一步巩固了优酷在粉丝心中的地位 我果门 记得把手机拿出来 把成一的号码存好 下一次电话响起时 千万不要再错过与成一的亲密互动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